木板年画 春节快乐,该贴年画了 这是木板年画,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来自于中国神话中保卫家园的门神 在民间深受欢迎 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生活的繁荣 年代的年代的年代 年画也越来越流行 在百姓眼中,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 不同地域诞生了风格特异的年画 河北五强年画,粗狂朴实 苏州桃花物年画,工整细腻 四川棉竹年画,色彩明艳 年画既是一门传统艺术 又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的主题可不仅限于新年祝福 还有历史故事 传奇人物 文学名著等等 包罗万象 年画记录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 对于历史研究也有极大的价值 木板年画,木板年画吸收了中国古代刁板印刷术的精髓 将人们各个身怀绝技 拿桃花物木板年画来说 制作流程,制作流程就分为画稿,刻板,印刷等五道工序 其中刻板一项就需要准备十八本武器 使用多种刀法,讲究角度和力度 同样一顿板,印刷出来的效果,风格也会因人而异 这正是年画手艺的魅力所在 木板年画历史悠久 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古董 如今,许多手艺人对木板年画的内容进行了创新 比如这张抗击疫情主题的年画 时代变迁 不变的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努力